铜钱草是十分优雅的一种绿植小草,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,可是很多人不了解铜钱草的习性,出现了越养越稀疏,冬天容易养死的现象。下面我就教给大家养铜钱草的五大秘诀。 第一,阳光,很多新手花油以为铜钱草是一种洗阴凉的植物,所以把它养在室内,比如客厅书房卧室之类的地方,这是绝对错误的。 铜钱草是一种非常洗阳的植物,阳光对于铜钱草的生长来说至关重要,如果长期缺乏光照,铜钱草就会生长缓慢,叶片也容易泛黄。 第二,水源,大部分花油养铜钱草都是用自来水,并不是自来水不能养,而是有更好的选择,那就是鱼水,如果你能收集一些鱼水来养铜钱草,你就会发现,铜钱草会非常适应,不容易出现黄叶的问题了。 原因是自来水中氯气含量太高,而鱼水中不仅不含氯气,而且还是天然的弱酸性水,铜钱草很喜欢。 第三,施肥,很多花油养铜钱草是从来不施肥的,这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,而实际上铜钱草是一种很喜欢肥料的植物,如果你想让你家里的铜钱草快速爆盆,那么施肥必不可少。 肥料可以选择颗粒复合肥,或者植物营养液,薄肥勤施,在生长的季节每隔十天左右施肥一次,一个月以后你家里的铜钱草,就会出现极大的变化。 第四,修剪,修剪铜钱草是新手最苦恼的问题,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修剪,而事实上,修剪铜钱草真的很简单。 先说原理,如果不修剪,铜钱草的一些涂长枝条容易越长越长,不仅抢夺营养,也会造成猪形不美观的后果。 正确方法是,如果有铜钱草的枝条长得太长,那么立马给它全部修剪掉,这样铜钱草会冒出更多的雅典来,这样未来灌服就会更大,铜钱草就会出现爆盆的效果了。 第五,过冬,铜钱草是很怕冷的一种热带植物,南方勉强还能露天过冬,但是到了北方,水都会结冰,铜钱草几乎百分百倍冻死。 很多花友家里的铜钱草都过不了寒冬,正确的技巧是,北方的花友一旦到了气温接近10度时,就应该把铜钱草搬到室内来过冬了。 南方的花友则不要因为铜钱草冬天枯萎就扔掉了,它落叶过冬是休眠的现象,开春后会重新发芽的。 南方的花友 南方的花友